欢迎收听港理台的陆水清山 录音的时间是5月10号的10点半 出街的时间是5月11号早上 想着跟大家分享留言赞好 还有加地的啰啰 大家就看所有新片了 昨天过完母亲节了 你去了哪里抱的吗 去啦,在家里啦 在家里上堂啦 没有出街去摆街站 违反限聚令 没有做这些事情吧 当然没有啦 不过有些人又犯了规 我们就是说 我们前排举报过那个战人组织 珠联会呀 我说珠联会呀 不要对号入座呀 赞人 珠联会呢 其实在这么多年来搞筹款 其实都应该是犯法的 因为根据社团条例 或者其他的筹款呢 他们是需要呢 向政府那边申报的 每次都没有啦 整条街呀 你只要等个箱出来呀 有人入钱下去呀 那些人就立了走呀 我不是说你施吞 我是说不知道去了哪里 你说报了去audit 我也是这样说的啦 好了 昨天啊 这个母亲节啊 珠联会呀 就在这个老网的MK那里 那里收集市民签名啊 那就派一下蜡烛 派一下传单啦 又在那里 捏造事实啦 当然啦 珠联会里面 说天安门发生的那些事情 跟事实完全不符的啊 但是呢 去年呢 就坏了说大话 兼且限聚令 那坏了呢 因为过了限聚令的 不过呢 这么多年来 说大话也是事实来的 好了 那就坏了在这个限聚令 和非法集会之后呢 那啊 就终于有一帮人就蹲了啦 今年啊 那个周恨彤啊 又说要继续去做啊 是啊 他们又说要继续搞啊 不过呢 康文署那边呢 已经拒绝了他们租借这个维园啦 那呢 记不记得我们去年的时候 他们呢 又搞这个集会呢 又被人告他非法集会啊 是啊 蹲了啦 那这个周恨彤呢 其实去年啊 倒是有出席的 就不知为什么 高高下呢 就不知脱脱了的 今年他就声言是这样做 看实啦 如果是这样的 就麻烦呢 就执法部门和司法部门做事啦 不要再重演一次 刑不上大狀啊 我会作嘔的啊 是啊 是啊 那说说开大狀啊 最近呢 有很多人呢 要跳船哦 跳得最快哦 就是呢 大狀党 啊 梁家娃杰啊 啊 梁家娃杰啊 哎呦 我们呢 大狀党 基本上是从来没有加入过G联会的 哇 提醒一出 立刻被人拿 抄花了 那么多年 六月初的活动的时候 大狀党就大大声 摆了桌子 然后就叫人 入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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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狀真是大狀 分钱的时候是大家兄弟 有难的时候就当你契弟 好大狀啊 好了 这个呢 珠联会里面 其实做了很多年 秘书的蔡耀昌 今天就证实了 由今年年初到现在 就有七个团体 退出了这个处联会 那就意味着 就算梁耀忠啊 办事处啊 物业城啊 等等的退出之后 过去两个星期 只需要两个星期 就已经有五个成员退会 包括了公民袋的衰议员啊 两件粉人就退了啦 大部分人都没有交代原因 不过B君 你觉得是什么原因啊 当然是和这个国安法有关系啦 是和你有关啊 是啊 是啊 那就不知道为什么 我们乡岛的传媒呢 就把这个珠联会的问题呢 集中了在这个 什么结束都专政那些 这样的神话 他们不是说口号 乃国安法 他们是做事乃国安法啦 事源就是呢 在上年7月1号的时候 G联会的主席 阿里厄仁啊 出席这个 赤子大国的听证会 就公然要求 赤子大国制裁乡岛 而赤子大国也都是呢 在这个听证会之后呢 对乡岛和中国大陆的官员制裁啊 所以啊 这一样的行动呢 G联会绝对是违反了 国安法里面的勾结外国势力啊 这一样东西呢 真是多得啊 B君啊 非常细心地看这个国制身份啊 刚刚就看得出啊 这个G联会的李策仁啊 就是答到正啊 香岛过了啊 这个国安法之后啊 和赤子大国的议员啊 要求啊 赤子大国制裁我们香岛市场的人啊 这一带就真是啊 B君记了credit啊 嘿 其实这个东西我都不是记credit啊 最大的credit就是梁瓜杰啊 为什么呢 原因就是呢 原本这个听证会呢 出席那个应该是梁瓜杰的 谁知道啊 梁瓜杰就不知道 是不是因为炸肚痛呢 就临时掉底 又吃了你骗人上台啊 瓜杰他没有说炸肚痛的啊 他说得明我怕国安法的啊 不过 这些人呢 就不是很熟法律 就当法律是流罗 就自己冲了上去 就叫做7出国制咯 最正就是呢 在听证会上面呢 那些赤子大国议员都说 哎呦我们很感谢呢 这个 今次出席的证人呢 是冒着违反乡島国安法的情况之下 出席这个听证会的啊 哇 一栋啊 不是一栋啊 搞不住个宗里一栋啊 哈哈哈 不过说开呢 这个珠联会呢 非常开始的时候呢 那就是跟呢 这个教协呢 是非常之行得密的 哇塞啊 他们那些主席啊 都是混合一堆 又是这个珠联会主席啊 又是这个教协那边啊 不过教协最近又见报了啊 是啊 那些教协呢 竟然说呢 哎呦 我们这个国安法成立了之后呢 有四成的教师 有意离开本港教育界啊 哇 我听完之后 第一个感觉就是 喂 好啊 你快点走吧 你们这帮人 不要妨礙我们乡島教育啊 是啊 喂 但是之后呢 我再留心点 看一看他们那个 所谓的问卷数据啊 喂 全香港教协的会员 有超过9万人 差不多呢 等于接近99%的教师 都是教协的会员 那呢 他里面说 四成教师的时候 就正啦 乡島没那么多学生的嘛 你走点教教师的时候 大家的教师都找多点啊 是不是 谁知道原来他所谓的四成 提到四百多人啊 是啊 那今次呢 我们要说一说 事怀啊 因为事怀呢 看见了教协的新闻之后呢 翻查了资料 就发现了呢 教协的会员呢 总共有94084人啊 而在这个网上啊 回复这个问卷的呢 就有 多到成1178人啊 回应率啊 就是去到1.25% 这么差都啊 就是换一句说话 是99% 闊楼烂你 不鬼叫你啊 教协 你那1.25% 好有代表性啊 是 数换一句说话 数换一句说话 那教协呢 就拿着四百多五百人呢 就说 香岛的政治环境变得越来越恶劣了 不满呢 不香岛的社会状态 也都不满香岛的教育政策啊 那于是乎呢 他们就想着离开啊 喂 但是 四百多人里面 有这样的说法 的时候 那都可以说等于四成 喂 大哥 你教协过啊 你的数学 是这样的 怎样教学生啊 这就叫做 抹大眼睛 讲大话咯 咯 还有啊 CY 就在这个post 就出了一个很有趣的 在这么低的回应情况下 教协都可以出到这个新闻稿啊 不过呢 他还要再加多一句 滋润这个教协啊 就说 不过 如果教协这个问卷调查是准确的话 有近两成教协的会员准备离开啊 对教育界就不是坏事啊 是啊 搞到我 B君好失望啊 真是 你这么不喜欢香岛 你快点走啦 这么多学生给你们 你那些教协的那些人教坏了 蛤 有另外一个提外话 都挺搞笑的 A君就发现了 是 就这样的 刚才我们提过了 教协这个网上问卷 就有1178个人回应了 那 CY就出了 在这个是Facebook出了个帖 那 有一个很有趣啊 赞好啊 和笑的人呢 刚刚好啊 就1177个啊 加上CY自己啊 又是啊 1178了 啊啊 A君突然间突然间不发奇想啊 B君 是 既然呢 教协呢 就说 网上问卷 1178人回应啊 有四成人回答了 怕怕要走走啊 那就说四成了 CY出這個帖子又有177人回應 計算他就有178人 都是覺得這個教協說的東西很荒謬 我們是不是應該說 今次CY做了一個Facebook的帖子 又有178人加上他自己 都是100%認為教協荒謬 行不行 看教協的數學邏輯來說 絕對應該是可以的 不過學術確實差一點 不過教協這樣的等級的人 去教我們學生 難怪我們鄉島的學生成績會放絕下 聽說 無論是算術 以至這個洋文都不是好 基準史合格 又創新低 在聆聽那邊真的沒有意聽 不過呢 武爾聽話的那些除了教協之外 又有這個外國的組織 真的 武爾去聽話和看話 也都沒有心機去看自己過去的歷史 你說的 你說的是G7呢 是啊 G7在會後發了大量的聲明 對著我們中央市場綱 有什麼好看 好看啊 G7 大家都知道 英美加 德法爾日 這七個國家 無毒有偶地 或多或少 都是跟過去的殖民主義 和侵略者 有莫大關係 不過這次G7開會 這次G7開會 就找了很多朋友過來 包括了我們中央市場 印度阿三 以及東協都過來 不過這次 東協來到的時候 就對著G7的眼睛 大家知道為什麼嗎 一位 就見到 七個侵略者 對著我們七個 被侵略的人 哈哈哈哈 好啦 還有 另外有些小插曲 印度阿三的代表團 來到 就立刻發現了這件事 啊 他們發現了自己的招 耶 於是 他們來到 就立刻做了一個 很果斷的處理 給大會 是 隔離了他們 好了 這些花水 就說完了 那就要說說 他們的公告 他們的公告 非常特別 要求全球合作 協助非洲國家取得疫苗 應對新冠肺炎 喂 B君 你怎麼看他們這樣說 喂 說完了 非洲和其他發展中國國家之所以沒有疫苗 別多說你們 G7不少 你們 喘喘喘喘 那麼多疫苗 我怎麼用啊 是啊 殺死的花水 只說了 這個賞子大 加起來 他們大活的阿B 以後 用幾億劑 油 用去吃 gak 都够了 這樣也不分些 給人 最搞笑的就是 被迫 旁邊的阿三 看著疫苗在這裏 跟著 次子大哥說 我會給啊 我不用阿B利康你啊 還有啊 你要疫苗啊 我不是最多給你原材料 最搞笑的就是 你不夠氣啊 我把氧氣擠給你啦 嘩 聽完之後 你是好鬼滾動的 最棒就是 這個偉哥疫苗啊 偉哥疫苗廠呢 就發表了一個聲明 他就說呢 非洲國家和一些 發展中國家 之所以沒有疫苗呢 其實就是因為他們 落單落得遲啊 跟我們沒有關係啊 我按鈕按得不夠快啊 你用不用不給我疫苗啊 還有 這個世界有誰按鈕快得過 你突離譜那時候啊 你還沒做完你已經下單了 哥仔 好了 除了疫苗之外 還有第二 又是令到A軍打爆頭啊 他呢 就說到氣候協議啊 那就說呢 要我們的中央市場合作去對抗啊 啊?中央市場 不是已經是最合作 說到明啊 一個Mission Impossible 禁制的 炭中和的一個 一個 commitment 其他國家聽完之後啊 除了讚中啊 我們中央市場有決心之外啊 都不知道跟好還是不跟好啊 你知道啦 中央市場執行能力就有目共睹而已 到時啊 大家數回中央市場 同一日和自己一起 make commitment 但是啊 如果中央市場超額完成 我們啊 因為政黨輪替 彈出彈入 搞都沒打過 那就極度醜 哇 死了 這麼大件事怎麼算好呢 但是呢 不知道為什麼 G7 又是叫中央市場要多些合作啊 好奇怪啊 彈出彈入那個 不是赤子大國來的嗎 記不記得哪一個離開了巴黎氣候協議啊 就是赤子大國啊 你們自己回來巴黎協議嗎 都沒回來巴黎協議 你說什麼呢 他正在說回來的啦 不過還沒回來 到已經說 我要回來做阿頭 哎呀 怪不得去指責中央市場啊 對抗這個氣候變化不力啦 因為中央市場沒有說要做阿頭嘛 怎麼可以上來赤子大國 彈出完之後 你彈出彈回來 就說要做阿頭 這麼厲害啊 你威啦 好啦 然後啊 除了這個氣候協議之外呢 公佈又再這麼說了 鼓勵 身為世界強權 我主要經濟體的中央市場 建設性地 參與基於法治的全球體系 哇 咦 我們一向都已經參與了這個體系了 我們也都很守法的 也都不會毛利拉加地把任何國家的島嶼 扔去給其他國家的 例如我們不會像赤子大國這樣 無端端就說呢 釣魚島屬於櫻花街市 更加呢 就不會叫呢 人家的省呢 去獨立 更加就不會啊 沒有證據之下 就說人家啊 就參與著種族的 嘟嘟的 最終要違反人權啦 侵犯其他國家主權的 就是這個赤子大國啊 不斷向外國打仗 都不知何時呢 才收手啊 最近這個赤子大國又說呢 要離開這個阿富汗 在阿富汗打足20年都未搞定啊 那麼呢 他們開頭就說呢 哎呀 我們年初的時候就走了 喂 到現在年中啊 就快六月到來 都還未說走啊 那 最近呢 就說哎呀 我們911的時候呢 20周年呢 就會離開了 那些議員呢 就跳出來說 喂 不要離開阿富汗啦 阿富汗旁邊就是中央市場 我們要圍堵中央市場的啊 不要離開阿富汗啦 嘩 說到這麼明顯 你赤子大國 到底離不離開阿富汗的啊 你什麼時候結束侵害人家的主權啊 你千萬不要說他侵害 公告那裡寫到明 我們中央市場是霸凌者喔 啊 中央市場過去四十幾年呢 就未曾呢 打過一場仗 那麼呢 我們中央市場旁邊呢 就只有 然後992條 就突然間 都要使用了 於一條任何不停自來 那這個正式很適合 這些都被我回應 navigate me 現在也 pada 唉,都不知道誰霸凌誰啊 好了,接著更加搞笑的地方就是 希望各國願意攜手合作 在多邊主義的框架之下 為地球營素更潔淨、更自由、更公平、更安全的未來啊 嘩,在多邊主義之下,要做一個更加潔淨的地球 那你次子大國又無尼拉姦 讓櫻花街市倒這麼多核污染水下海? 你告訴我,是更潔淨? 潔淨這兩個字是怎樣解釋的? 是不是包括了核污水? 唉,真的不是很清楚 但是,次子大國最近 就因為自己沒有油用 而進入緊急狀態 咦?他不是自己生產油嗎? 為什麼沒有油用? 喂,大家不是想著 你要搞潔淨能源嗎? 你搞潔淨能源的時候 為什麼說因為自己沒有油用 而進入緊急狀態呢? 事源又是怎樣呢? 事源就是,子子大國說 有一班黑客人攻擊石油設施 搞到石油企業的運輸系統出現故障 令到管線被迫關閉 受影響的石油輸送管 這部門長達8,850公里 大約萬里長城 波及到次子大國東岸 約45%的燃料供應 由於這樣的情況之下 次子大國宣佈東岸 十八個州和密特區 進入緊急狀態 就受到這個影響 油價不斷在那裏飆 哇,黑客入侵 次子大國不是科技很厲害嗎? 是否黑客入侵 傳說中全球最大的黑客國家 次子大國一定是榜上有名的 很明顯,A軍看完這件事 就馬上想起了 即是呢,懂得測試的人 未必能夠做好防盜的 哈哈哈哈 都不知道呢,次子大國呢 這件事之後 會不會就在那裏賴其他國家 到底他會賴哪個國家呢? A.俄羅賓 B.中央市場 C.金仔 D.伊朗波斯王子 哎,真是 還是E.以上街市呢? 我覺得 他應該好好看看 會不會是 自己 國內 病毒 變種 哈哈哈哈 除了這個 赤子大國之外 我們還要講一下 G7的東道主 坤文島 是 對了,坤文島 好呢 幾年來就想著 要提升自己的基建能力 要搞好這些火車 於是乎呢 他們就決定 起高鐵了 他們起高鐵之後呢 他們要找人幫他起 知不知道找到誰幫他起呢? 這個市場 錯 他們是找了櫻花街市的Hitachi 啊 對了,找了櫻花街市 中文島那邊呢 就 發現了 他們剛剛申起好的 高鐵系統裡面呢 那些鋼鐵有裂縫 令到呢 他要全線關閉啊 哎呀,安全一點 真的不要搞那麼多了 是啊 那麼呢 暫時未知道呢 他們這個關閉檢查呢 需要什麼時候呢 才可以恢復正常的服務啊 唉 有時間搞啊 你知道坤文島 雖然說呢 疫情又開始降低了 但其實呢 天天都千千聲 很多地方啊 都是陷入半封閉的狀態 你叫突然之間加班去做事 很困難的 唉 不知道啊 不過我看這個衰弱 坤文島 最厲害的 當然是講法律的啦 那麼他們呢 講法律 最喜歡講的就是 Nikmich Jones 你做錯事啊 你做錯事就要賠錢啦 正花街市今年真是呢 慘啊 首先呢 就在這個蘇伊士雲河那裡拿東西啦 之後呢 今次又在坤文島那裡拿東西 唉 真是 他們應該都要裝回住香雅 拜一下神啦 轉一下運 說開要拜一下神呢 這個坤文島那邊都要拜一下神啦 我說是這個英格蘭啊 為什麼啊 當然啦 因為啊 這個蘇格蘭那邊議會啊 就剛剛選了啊 他們一向主張獨立的黨啊 就真是被拜得神多至有神秘佑 剛剛不過半數啊 不過這樣啊 那些分析呢 就在這裡這麼說啦 雖然那一個黨呢 就不過半數 那些朋友呢 就肯定超過一半了 接下來隨時又會搞過這個獨立公投啊 你知道啦 蘇格蘭那邊啊 一向都是說 留歐就留英 不留歐就不留英 你做初一 我做十五啊 現在英國不留歐 他們啊 真後一個 麻煩 留歐不留英啊 就是閃閃離開你這個英格蘭 飛奔去這個 歐盟那邊 管獨立啊 相信呢 這個歐盟這次呢 都很可能呢 會支持這個蘇格蘭啊 當然啦 昆倫島你背棄我們歐盟 你這兒子要回歐盟 我當然是支持啦 所以呢 到底這個 昆倫島 結果會不會呢 分裂呢 那就要看色埔以待啊 A君呢 又要在這裡多口說 多一句啊 昆倫島呢 現在出街的 簡稱呢 就叫做UK U Lighter Kingdom 其實呢 就包括了這個呢 英格蘭 威爾斯 蘇格蘭 和不愛的 但是呢 如果呢 用另外一個名字呢 叫做大不裂瘋 其實就不包括呢 這個不愛爾蘭的 不過如果啊 這個衰格蘭 獨立的話呢 嘿呀 到時候呢 不愛就散緊了 那就是換句話呢 一定叫不到做這個UK 更加叫不到做這個大不裂瘋 那到時呢 就應該要再改一個呢 我們未接觸過新名 那大家呢 聽眾如果想到的話呢 不妨給一些創作的想法出來 寄給這個 英國那邊啊 讓他們適應一下 第二天啊 掉了之後啊 會是什麼名字啊 這樣呢 說不定啊 還可以叫當地的小黃人 Mobilize 到他們啊 出來改回一個漂亮的名字 令到他們更加留英 留得更有歸屬感啊 是啊 好啦 又好什麼就留言啦 記得留言分享讚好 今集的講迪託就是這麼多 我們下次再見啦 拜拜